請坐 請坐 大家午安 我們這次要說台灣春秋 台灣春秋是我從1970年開始 剩到190012年 這段時間有40年的時間 重點是說台灣對1970年以後 發生什麼事情 正在道政的內部很重 我跟我們學習一個貴婿所說 我第一次說 日北四天以後台灣民怨很親密 人家在1970年的四月二十 我們電視台前夕 誰有來幫我們上課嗎 有嗎 有 蛤 沒來上課嗎 誰沒來 電視台前夕跟黃文雄兩個人 趕他穿去 紐約Plaza Hotel廣場大飯店 他在中央公園 世界最大公園中央公園的旁邊 一個Plaza Hotel 他的對面就是川普大廈 很漂亮 在那個地方 他在中央公園去 要把他留望難民演講的時候 他把他開槍 台武士 打不到 很可笑 從那開始說起 這就是 政府在那個時代 已經掌握 全民僵壓 黨政軍特 黨務 政務 行政系統 軍方 跟特務系統 經過的特務系統 保密局的 國防情報局 和國家安全局 和這個調查局 都專門掌控在他手上 那當時他就開始 開始 做行政院副院長 疫情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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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無目的 開始發生 拿來 此動作 導 umbre 將內 évidemment υ mint 對 我們台灣就認真去追查 電子載跟英文雄 英文雄這兩個台灣英雄 他究竟有什麼樣的朋友 查了查了 這個英文雄 在Cornel University的時候 他的Roomate是李登輝 這個李登輝 兩個人都做一個人 都做一個人 都做一個書像一樣的 龍交龍 鳳交鳳 紀錠一個 紀錠一個來打槍 一個廚房來 台灣來 台灣民國服務 他覺得很古怪 所以 這支比較沒有電 他就 沒什麼電 他就 用心去追查 李登輝煮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這陣情 這陣情 發情 四月二十的 契賊 契案以前 已經有 王祖榮 再三推薦 政務局 說李登輝是一個優秀的人 要他重用 因為剛四月底 到五月中 有兩禮拜的時間 三禮拜的時間 王祖榮 告訴他 他在 他在 他在泰國回來 他是泰國 住在 泰國 這個 聯合國 遠東經濟 什麼什麼 單位 來做顧問 他回到台灣 李登輝 原聯合國回到台灣 今天會做顧問 他說 要研究 日本這個太陽 是怎樣 升起來 日本這一面太陽 是怎麼樣 升上來的 他去泰國 回來 1970年 在國外 時 在中國時報 發表 我有看這片 日本這個太陽 是怎麼樣 升上來的 就是說 日本的經濟政策 在1970年 日本的經濟發展 已經很成功 他去日本的時候 考察的時候 發現說 李登輝變財無外 知識很豐富 所以 一個人 推薦給李登輝 給獎金國 但是獎金國 今天沒有在 他沒什麼看見 這個 這個台灣人 但是 咦 不像 他能改變 所以對他產生很大的興趣 他就開始 人家去地韓式的搜查 搜集 那個獎金 李登輝 過去到現在 他屬於九層的人 那時候 1970年 畢業協議 我第一天 第一便到李登輝記民 第二天我就做他的研究助理 所以 在那個時代 他 他怎麼樣追查 李登輝 李登輝 每個禮拜都要去 給 那個 情治系統 情治機關 我們 溫訊 去審訊 那 回來就 招到沒有了 每次都 每次見面的問題 都不一樣 問說 為什麼 你如果在 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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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台灣人家在你們家 都沒有 都沒有 多生人 我 我 就跟他 老師 你怎麼回答 很簡單 我們太太就 沒讀 北京話 沒讀 漢文 不知道怎麼說 北京話 所以 找的人都說 找一些 台灣孩子 可以說台灣話 類似這樣 在1972年的時候 開始 在520年的時候 被人民為政務委員 政務委員 政務委員 政務委員的工作 工作的重點就是 要怎麼 讓農村經濟 破散 要怎麼 重建起來 它 它提出一個 農村經濟 發展 復甦的 這個 九個方案 那九個方案 那九個方案是 我在1972年 那個 春天 一月二月 那時候 去做這個 全台灣的 農業調查 所謂的研究報告 提供回去做這個政策 那個 那個 贓本 那是第二段 我在說 這個 尼丁尼 黑馬上陣 第三段 我在說 1975年的時候 正在就 就死在這個 陽明山 齁 明山草山 那當時 就 許信良 沒多久 許信良 就說要選 土豪館長 所以我第二段 是說 許信良精烈桃園 那第四十 我就是說 蔣經國 在那個 經過一個四月的時候 紀致死命 沒多久 他 他就來選總統 1978年 選總統 那選總統 那選總統 就有那個 郭宇欣在美國 說要回來選總統 也沒有回來 一個人 同俄競選 就對了 1979年 就發生 美麗老事件 美麗老事件的時候 究竟他怎麼處理 這段到哪裡 然後到1984年的時候 他就 當然 1984年 他就是孫總統 孫總統 孫總統的時候 就 就叫李定位 做他的副手 我 在1975年 李定位 520 縣總統 520 縣总統 政府委員的時候 一個月後 我就 他說 620 06年 我那時候 在行政院主治處上班 我那個時候 üzerine 一定去他們家 但是都不時間 跟他講話 沒有跟他說 他有相處 好的話 所以我在620的時候 喔 座余 他在 南海路 不外錄 就是說 他說在植物園的南海路那邊 我在植物園的白路那邊 我的辦公室 走過五分鐘就夠了 不用五分鐘就夠了 我打電話說你慘慘了 我想要跟你談談 你都沒時間 跟你煮好 我想過來跟你坐一下 好好看來看來 我去的身材很高興 想看他就說 我告訴老師 我來特別來跟你 恭喜你 擔任這個政府委員 他很開心 說你對這個政府有什麼看法 你知道他 他人也很豪爽 說很恰當 很好 你一個農經專家 來做這個 政府委員來處理農產經濟的 衰退的問題 是很恰當的 他們都關的地方很好的 但是我說老師 你不可以想這樣就完結 不可以去做部長 將來你一定要去 城市做新主席 他說 為什麼新主席那麼重要 部長不才會發展改革 如果做農委會主席不才會發展改革 讓農民生活改善了 我說部長做不大 現在部長做就一直在輪流做 做到來就吹哨就打開了 你去做新主席的時候 你關全台灣 天下如果沒事情 你就是新主席風江大利 天下如果有大事 你登高一夫 把中央政府兵到處 你是台灣的領導者 這比較重要 如果沒有在你風江大利 你做過新主席 將來 將來 你真的要選總統 早上有一天 會像 正在找人家幹這樣 做人家幹這樣做新主席嘛 來做正在做副總統 所以 有一天你如果 正在想要選總統的時候 你如果剛才做新主席 你做過新主席 你就有可能 丹陣副總統的好選人 正在說 從50歲開始就通到拼了 結果他做總統的時候 就已經很多歲了 通到拼的人 沒辦法多久 到他在總統的任職 他就死了 死去的時候 你就繼承他的職務 你都不用選議 你就做總統了 就領導台灣向前邁進 他聽話 他剛開始跟他說 新主席怎麼有什麼重要 我就不出來做農業的主委啊 因為我在做野州立的時 他常常說 如果我要做青龍會總幹事 我就要讓台灣 農民生 怎麼像一本年那樣 現好寫現就多了 哦 我是跟我說 那時候他就要跳打工 要做生農的總幹事 這個屬雄這個官僚嘛 而且他如果說 謹慈說 我剛才做政委員就好了 他不要太想了 這樣也未免格局太小 我意思說 你有這個企業 你就要訓練他做一個政敵家 然後一步一步 一定要向這個 新主席這個 方向去認真 所以他在這 1970年 他就有一次 下定的找我去 他要說 你看來 我告訴你 我會問誰要來 你來這裡說 開機了拿一張人給我看 那張人說 在1974年 因為說 中國時報下來說 什麼人有可能接他一個新主席 裡面第一名是林陽港 第二名是張豐旭 做個平臨館長的 林陽港做的南道館長 在新主席 新政府在做建設聽長 再來就是林金星 做個佛念館的館長 再來就是李定輝一拜第四的 我說這好喔 他跟他說什麼呢 他說好是好 但是很多人要做新主席 奇怪 大家都在新主做新主 就是行政院副院長 我的老師徐清忠老師 他也要放棄於副院長的支部 去創出新主席的支部 我告訴老師你放心 你放心 像是一個人可以決定 什麼人要做新主席 那個人要做新主席 那些人要做新主席 那些人要做新主席 接黨 接派 那些人要做新主席 的事物 絕對沒有機會 所以你一定要做很低調進行 我告訴他 沒辦法 我在這一邊說他 去表這個 就是高雄的宗鎮新的鎮定和高雄鎮重鎮的溫和 我們表面是說我參議長有識 叫我帶他去跟他見面談 請立憲學黨在內閣裡面開會時 就這件事做一個了解 我們的表面主要是新公協同的 新公那個人 當選擇叫什麼五國會塞 五國會塞的特別助理 他留名的 Minnesota University的英文系的MA 英文租勞 他就跟他說 你現在就像你們一樣這樣 建在辦桌 你將來他才有可能大八 我說我催人家不斷 那我旁邊就行走 公約他就行走 我來跟立憲說 我說老師 我看跟我旁邊完全不一樣 你絕對不可以建在自己的辦桌 一旦你建在辦桌 你就讓獨裁者 覺得你這個人有塗抹不軌的地方 第一點 你不要叫人辦桌 你將來有一天你生大歲 生大歲 要以天下英材為辦桌 所有的人都為所用 所有人只要是人材 你都把他重用 不用說你的生活給人 你就把他叫來都不用這樣 我意思是你也不用重用我 你都要收的人材 你要把他重用 要攏 要網羅 國所在的人材 也有以前 這種要找來 不是說 你身份邊的人 這是人材 我來跟他講 我早就跟他說 你說得對 如果是真的屬於建的辦桌 應該由你來 進行這個工作 那是一九十四年的事情 現在一九十四年的時 真的沒有基建桌 因為什麼 他們的小孩死了 他在新主社的陣營 他們的小孩死了 他不怕 再來就說 他都沒有辦桌 他都沒有辦桌 一九十四年時大家覺得 他說 賈農民身體要很好 他副總統現在 他做得不錯 四平八分 是怎麼不需要他用 這我裡面 一邊我在說 這段時間有說去 賈農民做副總統的時候 每年的過年 都在宇水 我們宇水 那個所在的 縁牆 中華館 南老館 甚至雲林館 的 少年的精英 國民黨裡面的精英 這個 我們的 南老館 他在做 新主社群 他就開始建立辦桌 然後他去日本訪問的時候 我們日本台灣東鄉 也不知道 國民黨統治的性質 用台灣 國家領袖 國家領袖的規矩 跟南老館 認識 這種 國民黨的 廖廟 國民黨的經濟 系統 一定跟 政府做很小的報告 所以 政府當然 提供 林明港 所以林明港 在日後 出局 這些都有關係 所以我一開始告訴你 你都要非常地低調 非常地低調 非常地低調 low key 你就不能建立辦桌 甚至不能經過很多 整理日本 做一種 連結 我之前有說 1982年 政府身體很壞 的時候 王先生去 美國國務院 訪問的時候 美國國務院 說 蔣經國身體這麼壞 但是一旦 蔣經國貴心 台灣要怎麼處理 所以 王先生跟他們 他們回答 說 我們已經都安排好了 你不用煩惱 這位傳到 蔣經國的 耳朵裡面 轉向 他 劉少康辦公室 撤除 把他送去 烏拉過 百拉過 去做大賽 那裡 涉及 吃農民 跟 麻痹狀 他們才 重要的 這個 國民黨的 角色 都在結盟 所以 當然 對 蔣經 還在做副總統 那裡 就有一個作戒 當然 當然 就是說 這個年齡上 年齡方面 李政委出來 跟李相 還在 加上 1980年 我們看得很清楚 美國 在這個 感染 也發生的時候 扶 蔣經國的壓力 這種感 可憐 以永垂大清 來穩定 穩定 蔣家 制 的統治 是很正確的 再來 第二 最後的 順序 我要說 將 江南 在1984年 10月15號 去和 國民黨的 利用 敵聯邦 陳其里 帥領 董貴森 和 白人 詹安樂 去殺害 殺害 之後 美國當然 全國 震動 台灣 美國 其實 派殺手 來到美國 正中 台西 一個 美國的公民 所以 蔣經國 很大的壓力 說 要 開放 黨禁 報禁 經過兩年 中逼 混進黨外 以其 讓你 自由 人士 反對人士 反對派的 台灣人 組織一個 反對黨 不如 我訓練很多 要不要 來主導 反對黨的 組織 所以 1984年 一個 要不要主導的 情治 系統 特務系統 混亂出來的 一些他們的情報 組織的 馬前主 起來做這個民動 組黨的 十個要角 組黨小組的 十個要角 去 根據 那個 基本上 他叫做 全民公敵調查 全民公敵調查局 基本上是 白選一下 他是 三十六歲 離開調查局 然後 他現在 很白 說 民眾裡面 這些人 什麼人 什麼人 是這麼白的 這組黨小組裡面 有八人 他很清楚 有的有接受 有的不接受 但很了解 他是 調查局 還是情報局 混亂的人 相關的人 要他們來主導整個 主黨過程 主黨的時候 在原山大飯店 國民黨派兩千人 去安排整個 主黨的場所 在日老老頂 主黨的 那個 那個老的老頂 他在 日老也在主黨開會 但頂頭三樓的時候 安排很多 錄音機 錄音機 把所有主黨過程裡面 什麼人說三樓 什麼人說三樓 都錄起來 錄音機 甚至可能 他沒有說 正確的人 他說可能 蔣英國到二樓 都在看 筆錄電視 所以他說 民進黨 民進黨 一所主導 民進黨的成立 來點很多名 現出是要 在民進黨裡面 很多我們台灣人都 覺得他們是英雄 覺得他們是人材 結果 在白宣的筆下 他們是 照白了 我們也請過 許總市 站在這個地方 跟我們演講 第一句話就說 民進黨就是照片洞 我站在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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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我說康仙你說這個 要付席 他說我付席 我研究十幾天 收集很多資料 白宣廠 那種的切出來 沒有一個人敢給他 所以 康仙說 他說的是 舒適 所以 我們很多台灣人 去有 獎金五篇 五五五五 全面找李定義出來 做問行 騙來台灣人說 台灣人已經出頭天啊 你們還在炒 你們台灣人在做總統 誰想李定義是空閣的 他是空閣的 這下一次我怎麼說 他在九六年 他在九六年要選民選總統的時候 他要跟我們說 老實是空閣的 啊就是民進黨 就是民進黨 也是 就是民進黨 也是蔣英國一所主導 成立的 卵議不是人 卵議 他訓練出來才有別的 回資源 回資訊 啊然後 就變成 我們台灣人英雄 然後就出來 出來 這個 這個 出來這個 參加選舉 甚至在台北上 變成我們台灣人 心目中的領導者 就是這樣 所以西洋市站在這裡 我也覺得 你說 你這樣說要富士林 如果這樣 但主持平 才有別的 各位 這個很重要 他說什麼 那個 不用說 他就王生的人 再來我說 如果這樣林英雄大 才有別的 他為台灣犧牲 才有別的 還是他 在作為 要吸收 他那個系統 你就不會被叛 因為他是幫會組織 所以我 講到這個地方 今天就要說一個 蔣英國 英國總統暴斃王 李登輝任重道元 早上我就寫三頂座大概是2500至3000錢中間 我寫用筷子筷子就結束這樣好了 好嗎 我跟你講 1980年提拔理領委處理副總統 在中華民國立望政府總統正義國 在今晚安法以後 對領委體公開選佈將來不會有政家的人 結任總統的支部 理領委副總統的確實 從立望政府的體制來 就拉來拉吃重的現象 國慶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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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演習 還是中華黨員外兵的中央 民眾每天都可以在電視上看到 政經國和理領委一起出現的信仰 1980年8月下輸 我再度赴美國進修了 這裏我在走過台灣50年有上學的交代 僅僅兩年 不可以在這個養病和共苦 1980年9月2日突然 民主進步動闖關成功而成立了 在各方的反應是說 欸 這敢是政經國不放心理領委 建議總統以後 有所不規而主導 成立一個反對黨 來 來進行以臺治臺 若無心 獨在家 臥塌之策 只能容忍汗水 除了 我也提出說 政經國的身體 可能 比 現出是可能比 1980到82年年間 經過甩路甩路 相當今天 已經到到一些 到這個不救人生的地步了 1980年10月中 對世界日報 在美國發展的中文部 看到政經國 截之以後的胸皮 人民府政 圓民府總 人民府政 大如諸頭 那頭啊 哪在頭 哪在說 吼 吼吼吼 我立即的項目 是說 政經國生命 已經到最后的事實 來心 為他的擔心 是說 理領委先生 不知道有所了解嗎 他心理上 不知道有準備嗎 不知道有法度應付 突然發生的狀況 就是說 政經國有可能 暴斃身亡 突然發生的狀況 沒有這樣 是不是可以將 全局 拚免軍事政兵 我煩惱是軍事政兵 如此 憂心數字 沒有人可以衝突 無人可以商討 來心非常苦悶 剛好看到 太平洋師父 面上 有李少年的文章 心來想說 欸 我應該找他來討論一下 但是我又沒有他的 他在好大學的地址和定位 只好 我跟他 太平洋師父 那個中來 我就不可以 打過高度 沒有食材的 那個社長叫做江招羽 很冒昧 求他提供 李小姐的聯絡方式 欸 很快 江招羽 他就 江招羽 他很快 就回配 告知李小姐的電話跟地址 我馬上給李小姐 跟李小姐的社長配 跟他說 我的反路 並要求他馬上在美國 找丁大衛 丁大衛 丁大衛 過去都 都在台灣 然後 來往台美之間 他是美國人 美國國務院的官員 反映 蔣經國 即將變亡的訊息 也跟他說 我 在學習結束的時候 我 趴生在十二月七十 要回來台北 面對李鐙輝 跟他 事情 李小姐 尋到我的配合 他要隨便打電話 他說 你回台北以前 一定要生在 華盛頓區附近 因為我住在巴田 剛才 華盛頓以北 大概五十公里 五十麥 五十麥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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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公里 沒辦法這樣 附近有一個賴義雄先生 就是你們 約會金氏大學 一個 關於這個 軍事 就是科技方面的研究單位研究員 另外就是說 可以靠電話去問 賓州州立大學 張旭成教授 會不會發生軍事政變 如果回台北的時候 就可以去找 陳仲摩教授 因為陳仲摩 在李鐙輝擔任 省主席的時候 是省府委員 除了 都跟李鐙輝非常接近 這樣 可以向他請益 我十一月七十麥 就馬上靠電話 就和張旭成教授 他請教他 是軍事政變 沒有 他說 台灣法庭跟這個區段 民地議會 國民黨 軍隊 應該尖點嚇 對 軍隊國家法 對國家法 應該不會發生軍事政變 來囉 不用擔心 我親身去拜託賴義雄 賴義雄 對李鐙輝英雄不佛 他也看著說,我既然是李廣發生,他跟李廣發生一樣,如果沒有路營 英俄對我的煩惱並沒有什麼具體的意見可以說 但是他在言談中非常推崇林鄉港 他本來沒有了解說林鄉港的步步高升 也是在國民黨裡面是立社化毛功勞 還有做很多我們沒有了解和容許的事情 他也沒有了解這裏,他說 他一直想說林鄉港比李廣會比較適合做台灣的領土 十二十八歲,我就離開包庭 轉紐約換飛機到東京,然後回到台北 十一天我就去中華人家當事長任國手老師的辦公室 中山筆路的辦公室,向梁老師請安 然後他說我的煩惱,我的館菜,我的煩惱 我說蔡英國在商品裡面看的是兩岸無形 來自不多 梁老師就叫秘書小姐打電話給蘇志成 那時候蘇志成在副總統辦公室的秘書 蘇秘書接到電話聽到說是我 李副總統有說,如果你是從美國回到台北 一定要請你來副總統辦公室查序 於是我就要他在,於是他就要我啦 在那個十二十七,也沒有四點四十五 到副總統辦公室查序 我跟他說,多久的時間可以說話 他說,會面時間有十五分鐘 哇 十一位早上,我一約 李副總統登輝先生見了面 由於會面時間只有十五分鐘 我必須把握時間 海恩勳後一坐下 我就開口,開門見山說 老師,你要有所準備 他說,我沒準備什麼 我說,沒大聲啦 他說,這個看起來,兩岸無形 原因,普正 希望今天換個月過兩個月 老師說什麼 老師說 啊 我每天都會記得 情況還好咧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咧 不用亂錄 我一看,我右邊的老師 麻眉紅庚 宏德發紫 這在那裡,省官的也不知道 我問老師 清國總統,兩眼只能夠直視 不能轉動 根據中醫的原理 已經併入高方 還沒一個月 還沒一個月 我就這樣說 中醫轉段是這樣說 我就說,大概一個月之內 就會併黃歐 老師這樣說呢 應該沒問題啦 每天都兩個醫生 兩個佛師緊碎 就是發生緊急的事情 麻省出力 也不會死啦 再來就,我們不要說這 說八行啦 我要開始大聲 你在美國台南 你哪裡哪裡的老師 寫文中的寫寶 寫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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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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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時間一直過 我想,超過十五分鐘 我看我台南 到生活 一直晚上,差不多六點 我就想要走 差不多了,還說到都不重要 他知道說 可能我 我在想要結束 他說到一個勤寶 停滯 師生都沒有 我怎麼走起來 我說老闆,我應該來走 好啊好啊 就送我去門口 誒,快點入門車完成 你如果完成報索輪 我送你去透過高球桿 我沒做過的時候 要打球 都欠錢 球槌也有限 球也很少 一個做官 小小人送球槌 送球來 都打不完 這樣 我本來送他 我在美國買回來球 他說不用,你拿著自己打 我買一本 Golf Atlus 在美國的紐約米 Golf Atlus 就是 Golf Atlus 全球各地的 好的球場的紀錄書 他騙騙說 這本事我要留下來 這本事很好 很漂亮 我再給我留下來 當然這段 有說 八八三專業專業 八八三是我們那裡 他很好的朋友 我 我初初初 研究做律師 那個主持 社會 全世界在做 全球經濟戰略 各個國家 路後國家經濟戰略 他主持人 就是八二八三 八三 這樣 這樣 我理貴總統府 的時候 手廟已經有了 手廟一看 哇 六點 說七十五分鐘 說七十五分鐘 理貴總統府 我要是堅信 我的破斷不會不對 因為中醫 這段學裡面 記載 兩岸瞳孔 只能直視 不能夠轉動 大約只能活一個月之久 可惜 李老師並不相信我的判斷 只好 棄而不捨 繼續努力去找陳仲某教授 12月25號 就在中興大學法商學院 陳仲某教授的研究室 初次見面 從我對於李登輝師所說的觀察重點 講如果一個月之內 一定會病亡 陳仲教授雖然 也不是很同意我的看法 但他說 他的認真 特別注意這方面的訊息 為了防犯突然發生的亂局 我也去找 當時 擔任台大龍經系 四十分陳仲某教授 跟陳仲 我那個 我熟悉的悶度 跟他們說 如果逼了的時候 你們有請 要出來 幫忙 幫忙 當然 我也找兩個 我 師匠在討論 在特警察 每個禮拜 做飯討論 政治形勢 兩個教授 一個是莊教授 一個是林教授 討論我的煩惱 專長第三世紀 政治發展 研究的這個莊教授 說 除非美國介入 否則 或是說 蔣孝吳在台北 否則 豪泊村參謀總長 對李登輝是不會服氣的 美國 美軍已經離開台灣 跟我們相同一樣 而 蔣孝吳又遠赴新加坡 如果蔣孝吹死 殺時間 對手無寸體的李登輝總統 果然是存在一個 難以防備的危機 這是我第二項下的 日子在擬眾的氣氛中 一天一天過去 1988年的 A13號晚上 我吃過夜晚回來 電視新聞報導說 蔣監國突然在今天七孔流血 急救無效 暴斃身亡 隨即有 電視消息報告說 宋美玲將 接掌國民黨黨主席職務 林副總統可能暫時代理總統職權 擔任代理總統 此外 國民黨將召開晉級中常會 看來 如果我所料 中蘇亂成一團 集合派 公民派 宿治軍方 都很有可能趁亂 排除李登輝 而掌控一切 一月十四 就隔天 早上上班的時候 我九點鐘 我快點快點去給我宿治成 結果 電話都不會通 我是要跟他們說 副總統辦公室 需要我到這三個工作 電話都不會通 八個如果通都不會通 已經不通了 一位十五個同樣 再撥電話 也是不通 十六個再撥 也是不通 我很著急 我怎麼卡電給梁國須老師 老師 專員老師 李老師情況怎麼樣 都沒有電話來 我不知道需要我們幫忙 不用啦 他都沒有電話 標誌沒問題你不用來 老師我去你家裡幫你解釋 你不可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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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 他的門口 李政委要不做大工的時候 他的門口開店 別人要開店 當他李政委做大工的時候 他的門口變成一個老 老奧在那裡修理皮鞋 他就在把他檢視了 因為 李政委想要好朋友 就是林國手 剛才我沒有公情 所以說 你在調查李政委的時候 發言說 他就一個好朋友叫林國手 那林國手很怕死 他在台中一中 讀書的時候 發生二百四驚 他的同學學長 學弟 去參加二百四驚的 反對國民黨 大學學長 都去逛逛 太事了 所以他走到那裡 在那裡打電話 他說他附近 表情沒有事 不用操心 我林修三天 都在台北街頭走 看來看去 他看來看去 他有什麼變法不 我去世丹外 有什麼調動的情形不 因為我過去是 威脅司司司令 威脅司司司令部 我做 行政 我做第一科行政科 第一科的特別助理 科長的特別助理 所以整個台北市的衛系 司令部的據點 我都知道 我就去巡視界看看看 夭壽十五歲暗 有一輛座油的裝甲兵 裝甲車 戰車 坦克車 對熊山火車頭 哇好好的人 開一次 開一次要用春坡 開去用春坡 他走 我都對他走 我走去哪裡 原來是去用春坡 哇 這個地方 我就開始煩惱了 這不知道有什麼事情 我就煩惱到那裡 到十六歲的時候 我這樣煩惱來 煩惱去也不是 怎麼在找誰來講呢 想想 我應該去找春坡 我來教授 我來教授 第三天的班完 終於想到應該打電話給春坡 教授 當然這幾天有什麼事情 國民黨集中商會裡面 宋慈瑜立排綜藝 以鞏固中樞為理由 堅持李登輝因依憲法 繼任總統 冠理黨主席職務方面 也為了要事權統一 而由李登輝總統出任 當然 完全掌握軍事系統的情治首領 蔣孝武也與他父親蔣金國的摧死後 堅程返回台北作政 只是由於媒體對蔣孝武本上的報導 絕口不談實權隨俗的問題 所以當時表面上給台灣人的印象是 李登輝繼承大統 應有蔣金國的同等的權利等等 這幾天裡面我們家的定位就 種日不斷 我如果沒有殺死 還沒有聽北京的話 還沒有記錄 所以不知道到底是誰卡電來 我那時候卡電就成縱模型 你走哪裡去 哇很大聲 我三個人都找你沒有 我說 我都去台北街頭看 看到有什麼變化嗎 這時候卡電來卡電來 我只看他卡電來 莊教授跟林教授的背我去 接著說 你是在 創什麼去台北街頭創什麼 台北街頭創什麼 到處在觀察看 我就怕他 金屬正面了 他說一句話 我恍然大悟 我跟莊教授林教授 完全理解 他說你多慮了 蔣孝武在 有蔣孝武在 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 標示什麼 權力在誰手上 蔣孝武手上 你認為是什麼 感覚的 是貴力 我念不你聽 我答案一 到台北街頭 各地去查看有沒有什麼異常現象 或軍事正面的舉動 陳老師說 你多慮了 有蔣孝武在 絕對不會有軍事正面 我們三人 特別是我 才恍然大悟 原來 蔣燕士 宋楚瑜 宜國法 李登輝等等 都是蔣氏家純 李登輝一憲法紀政大統 只是演一場大戲 假裝台灣人看而已 所謂的鞏固中樞 就是鞏固蔣孝武 實權跟地位罷了 這樣時間就差不多了 後來才知道 蔣孝武一時 總統府的電話全部改了 整個七天 整整七天 李登輝都沒有回家 這是多麼危險的事情 為什麼不在台市 因為沒有軍事正面 如果這所謂的主流派 蔣燕士李延處 宋楚瑜 蔣燕士李登輝在前面 然後權力實權上 就掌握在他們手上 他們的所作所謂 不是要為李登輝的改革帶 所作所謂 都是為他們 要怎麼 讓蔣孝武 在過幾年一後 過兩年三年 那就是過八年九年 當蔣孝武勢力 還是說他 扶助台面以後 像蔣燕士李延伯一樣 他現在就在 那時候就在 主席的代表 後來還有主席代表 再來就看要掌握到他的部會 再來就是重要的黨委 然後他就一步一步 在八年九年裡面 那時候他要年輕蔣孝武 蔣燕士李延伯的時候 是19 1987年 1987年 蔣燕士李延伯才四十四頭歲而已 1987年 他的年齡差不多 我是1946年生 他可能1945 1987年 這四十歲左右的人 所以過會 過會李登輝做十一年 他就五十幾歲了 尋 獎金國的 途徑 他掌握所有情緒系統 因為他十五歲 獎孝武十五歲開始 就已經是 坐鎮情緒單位 這一個小主管 然後 到他十五歲 四十歲 到四十歲的時候 所有情緒系統科長以上的職務的人 科長以上的職務 非獎孝武簽署 不可禁用 完全你的掌握之中 就像獎金國 在五十歲左右 就掌握情緒系統 所以一個第三世界落後國家 台灣 在中華民國這個落後體制裡面 掌握情緒就掌握一切 後來正正的時候 李煥馬立正輝是獨裁者 我在這裡一邊說 李登輝是一個獨裁者嗎 一個獨裁者 不但要掌握軍隊 掌握情緒 而且要掌握行政系統 跟司法系統 李登輝掌握 各單位的哪一個地方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他用的人 都是蔣燕市 送屬於 他們店頭的人 蔣燕市送屬於 李燕市如果沒有店頭的人 他都沒辦法用人 後續還有很多發展 我會 在這個地方繼續跟大家做報告 我今天講到這個所有事 請大家自討 謝謝 很精采 還跟他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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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夠爭 去 走 十點才開始 那幾十分鐘 不保證 乾淨 不保證